富兰克林这个赛系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 目前场均三双 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数据 这边大唐的情绪有点激动 又是跟富兰克林推了一个技术犯规 富兰克林手上有一个下压的小动作 但是唐东东这一下也是有点不冷静 这边的投篮因为他们的内线是打不死人的 哇 这个传得非常近 居民心还是防富兰克林 换防之后现在是贝宁蒙防 这球传得很漂亮 这个时候居民心也要小心控制一下自己的犯规 第一节刚过半已经两犯了 看看防守 富兰克林这边自己投 也有 对 这边是一次成功的防守 富兰克林自己上了 这个篮板没有抢下来 但是还要赞一下居民心 对 在两个上七对球 哦 圆帅的三分 居民心今天的这个三分的出手 好像总是显得要犹豫一下 还是各招保护持住 去哪儿 这边富兰克林自己上 这边富兰克林自己上 看楼志 外线有机会 这次又是差一点 富兰克林这个速度确实是快 特长宝 富兰克林 这边要来一个空间 这一球也是借他自己的体重 创造一点空间 因为毕竟盖勒莫特 他的臂展那个控制的范围 杭杉奈尔回头富兰克林 这边换上刘子豪去防富兰克林 哇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 已经都封到脸上了 古长宝中距离又近 这裁判没有吹 富兰克林 哇 富兰克林 哇又近了 又来了 哇 这个真是没有办法 你根本就不是一个机会 贾巴里布朗在他面前 是因为一个什么样的原因 不递手呢 手也不抬 这边 穿得漂亮 这个球没有犯规吗 这球没有干扰球吗 裁判是没有任何的表示 这球场上的形势呢 魔传队的球员似乎 受到了刚刚 这个球的裁判判罚的一些影响 被犯规 但是 富兰克林的罚球 这场均三双 这个确实在整个CBA 联赛的外援当中都很少见 这边又突进去了 这次自己上篮 哇 游子豪 包括 三分线外 然后走进去 走进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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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方飞 哇 富兰克林 头 没有 你看他的这个冰冻率效率明显在下降 布朗上 哇 这球 这球丢了 一个多打少的机会 结果被蓝鞋是禁赛了一场 包括之前佛山队的贝尼蒙 但是可以看到富兰克林这边 组织上面效率都有所下降 球还是 对 控制在富兰克林的手上 给出来 袁帅 哎呦 今天袁帅这个三分点还是很稳定啊 16分 喂 富兰克林这下也是有点多余 完全没有必要 裁判已经走到你身边 你把球给裁判就行了 这个山西队先执行两个犯规的罚球 然后是佛山队应该是一罚一致 等于最后一攻的这个球权是在佛山队的手上 全场比赛结束118比127 富山队呢在出场是9分 输给了山西队 我们在现场的结束部分到这里告一段落 好 好